之前其实说实话对我挺好的 就我上大学那会儿也是 那个衣服都是你帮我洗的 然后也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关门 开城不公地说 我现在只要一听 两个年轻的情侣 在这个舞台上 因为游戏 因为上不上进 因为 我就内心 我就要崩溃 而今天让我最觉得 受不了的是 这两个人 对生活那种木气 就木到了 你觉得 就空气里 都是朽木的味道 那种感觉 特别地不舒服 到最后 又是自己感动了自己 就男生还感动了自己 我不知道他想到了什么 可能是对女生的付出 虽然他能 我 你为什么就看 那么真诚地去说一个 不应该由一个 成年人嘴里 说出来的一个 祈求的条件 你又让 不由地从内心 又非常地同情他们 总而言之 对于这一对 我们就想跟电视 亲爱的观众朋友 说一下 您的生活 千万别按这个来 您要按这个来 可真是痛苦 咱们看人家自己的选择吧 来 请开门 请开门